清晨的郡都,洋溢在温和的阳光下,与七血同不同,这里的人们笑容更多。 与八宗联盟也不同,郡都的意志相对较少,且天地之间没有潮湿阴冷,也没有来自近海的性味。 人们的衣着同样如此,不管是早出的百姓,还是开启的铺子内店家, 许清目光所望一切人足,不说锦衣在身,可也华丽很多。 主要的体现就是在色彩。 南皇州的城池,凡俗至终衣着色彩单调,就算是八宗联盟也只略好一些罢了。 唯有在这郡都,五颜六色的异物,使得这座浩瀚的城池充满了灵动与生机。 因报道时间还早,所以许清和队长没有选择腾空,而是不急不徐地在郡都内前行。 许清闭关半个月没有外出,她也打算借助这个机会熟悉一下环境。 望着四周渐渐热闹的长街,搬上后许清抬头遥望天空。 此刻前往直舰宫的直舰者不少,一拙一样,分不清是不是这一批心境, 但里面每一位身上的波动都不俗。 许清没有意外,这里毕竟是郡都,汇聚了各州的翘楚,强者自然很多。 世尊说大事到来,所以天骄平出,这一次的各州心境直舰者,与往常不大一样。 队长在许清身边,一边吃着苹果,一边望着苍穹。 但小阿清你不用担心陌生,你大师兄,我做事情无比稳妥,这段时间我已经花了重金购买情报, 对这一次各州心境天交了如指掌,就连三宗一家以及两大外族,我也都了解不少。 队长神色浮现得意,一副我的灵石都是花在刀刃上的样子。 许清点头,就如同他喜欢在一个新地方去观察环境一样,队长喜欢在新的地方掌握更多的情报。 可惜职位之事,直舰工不卖。 想到职位,队长叹了口气,有些遗憾。 许清看了队长一眼,没说话。 队长表情抑郁,狠狠咬了口苹果。 这直舰工吧,哪里都好,就是有些不近人情。 鉴于自身滑光一丈,所以队长对于任职之事心里没底。 这段时间,许清修行时,他多次外出,找到陈廷豪打探这里面的歪歪绕绕,本想要送点礼物出去,某个好职位。 但他打探了一圈发现,这种事是不可能的,直舰工与其他地方不同,对此极为严格,一切任职都是上层指定,同时也有考核。 眼看队长郁闷,许清刚要开口说些什么,可就在这时,他忽然看向苍穹远处,神色微动。 队长也是眼神刹那看去。 苍穹上,有一对很特别的修士,正呼啸而来。 他们衣着与人族不同,虽都是道袍,可却并非宽松,而是贴身设计,且上身金丝编织,下身银铝缠绕。 看起来,有些怪异的同时,身上的波动很是惊人,样子更为特别。 他们有男有女,可无论哪一个露出在外的皮肤都是雪白无比,且眉毛与头发同样如此,就连瞳孔也是这般,充满了神圣之感。 如今走在半空中,阳光晃在金银道袍上,折射出璀璨的光,更为他们添了几分耀眼与高傲。 是近仙族,队长神色露出好奇,这也是他半个月来第一次看见这个族群之修。 许青凝望打量,这些修士的确不是人族,因为他们更让许青凝重的,是这些近仙族的修士之中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。 那是一个身穿黑色铠甲的身影,对方也有翅膀,但却是黑色,脸上戴着面具看不清样子,飘散的头发一样也是黑色。 身上的气息明显超越其他近仙族,最重要的是他身上还散出了意志,目中没有灵动,好似一具傀儡。 那黑色的应该就是近仙族大名鼎鼎的仙奎了。 队长购买的情报,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作用。 仙奎。 许青问了一句,没错,这近仙族擅长制作傀儡,尤其是黑仙奎, 是他们一族独有的战斗傀儡,制作防法未知,但听说颇为厉害。 队长低声开口,许青若有所思,看着那群近仙族飞入郡都,去了核心区域,渐渐不见踪迹。 那仙奎给他的感觉与一轨相似,但似乎又有不同。 具体如何,许青距离有些远,不好判断。 此刻收回目光,二人继续前行,一路观察四周环境,期间看见了一些来自三大宗的弟子,同时圣魔族他们也遇到了不少。 与近仙族不一样,近仙族喜欢居住在郡都的足地,少有外出与其他族接触。 而圣魔族更喜欢经营。 郡都内四成多的商铺,都是圣魔族族人开设。 圣魔族身体魁梧,族族有两丈多高,好似小巨人一样。 除了正常的面孔外,他们后脑也长着一张脸,说话时偶尔会两张面孔旋转变化,不熟悉之人看到,会很不适。 尤其是圣魔族的两张面孔有的都是雄性,有一些则是雌雄共有,且身上没有明显性征,这就让人很难区分他们的性别。 这种奇异的种族,许青也不由多看了几眼。 直至临近报道的时间后,二人才起身腾空,飞越半空,踏上了执剑宫。 到来时,执剑宫外也有一些人在那里等待。 这些都是来自各州的新进执剑者,年纪不大有男有女,其中大部分很早就来了郡都。 封海郡各州每次的新进者数量不等,多得七八个名额,少的则是如银黄州那样三个名额。 此刻在这里的差不多有三十多位,彼此散开,有的单独有的三五成群, 都在等待。 人群里,许青还看见了青秋。 对方并非独自,身边还有一个相貌寻常,可却举止怪异的少女。 不穿红衣服,我差点没认出来,这不是青秋吗? 我觉得你其实可以把红衣服放在里面穿,这样才匹配那把大镰刀。 队长笑着打了个招呼,目光扫过青秋身边的少女, 在对方手中之物上多看了几眼。 青秋显然是比八宗联盟出发的早,来到郡都的时间也比许青他们提前了几个月, 所以有了相识之人。 那站在他身边的少女就是齐一。 二人有些相似之处,一个是散出生者物尽之意,面具下的双眼带着冷漠。 另一个则是手里拿着一些瓜子,每一个里面都散出神性波动, 仔细去看可以看出,似乎是血肉形成。 他不断地吃着,满嘴鲜血,表情冰冷。 听到队长的话语后,这少女抬头看了队长一眼。 青秋姐姐,你认识他们,其中一个就是许青吧? 少女问道,没错,两个傻子。 青秋淡淡开口,肩膀上扛着的镰刀饿鬼,此刻正在他脑海飞速念叨。 疯狗来了,不知道为啥,他明明正常说话,可我就忍不住想要打他。 其他人都是直见者,这一位是直见者,我们可以找个机会与他同归于尽, 为直见者除害,同归于尽。 至于鬼手,我们别惹他了,他不好对付,和他同归于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。 对于恶鬼的喋喋不休,青秋已经习惯,此刻面无表情,任由对方啰嗦。 与此同时,队长也在向许青传音,看见青秋身边那人了吗? 此女不简单,她没有名字,大家都称呼她夜灵,她手里的那些瓜子,据说是一种神性血肉,对于肉身滋养好处极大,但在她那里似乎永远都吃不完,有人怀疑此物或许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。 情报里对此女介绍很多,她从小生活在进去的一个深渊之中,多年前被太序化妖宗一位老祖遇到,将其带回宗门培养。 此女性格冷漠,据说能画大妖。 许青听着队长的话语,看了眼吃着血肉瓜子的少女,随后目光挪开望向远处角落里,一个闭目打坐的青年。 她方才到来后,目光一扫,此地除了那少女气息诡异外,这青年一样给她一种危机感。 此人名为山盒子。 队长注意到许青的目光,介绍起来。 这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天骄,她来自三大宗的血寒门,家族本身就是血寒门的大势力,背景不俗,出生时更是不凡,听说一将士身上就有山盒图案太计,故而被血寒老祖赐道号山盒。 此人天资惊人,拥有两种皇级功法。 队长正说着,那闭目打坐的青年双眼睁开,向着许青这里冷冷看来。 显然许青在察觉这些人不凡之时,他们也感受到了许青这里的威压。 双方目光对望,各自收回的一刻,远处苍穹飞来一物,那是一口黑木棺果。 上面躺着一个穿着执剑者道袍,可却不知如何弄得满是褶皱的青年。 他睡眼朦胧打着哈气,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。 可他的出现,让这里的执剑者大都内心警惕,许青一样感受到了危险之意。 此人应该就是太古雷迈,据说这一代里最接近太古雷体的王臣了。 有点一丝,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封印的气息,小阿青,外面那个不是此人的本体,棺材里的才是。 许青点了点头,目中露出一抹幽芒,他在纳光国里感受到了命灯的波动。 随着走出南黄州,又经历了银黄州,一路来到郡都的他,增长了阅历,丰富了剑文,也看到了更多的命灯。 命灯虽少有,但也是相对而言,越是强者,越是大势力,就越是不可能缺少命灯。 强者很多,许青心底难难,无论是夜灵还是山盒子,又或者这位王臣,都给许青极强之感。 同时,四周其他心境直见者虽气息不如这三位,但每一个也都有不俗之处。 许青知道,自己不能因他们气息略弱,就去小看,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自己懂得杀手锏隐藏在致命一击中这个道理。 但凡经历生死之人,都知道杀手锏如何使用,非关键时刻,很少会主动显露。 这三位虽强,可小阿青啊,这一次的心境直见者,里面有一个怪物。 队长叹了口气,许青动容。 能让队长说是怪物,那么此人一定极其不简单。 他刚要问询,可就在这时,一道惊人的气息从远处轰然而来。 气息之强,使得此地所有人无不色变。 夜灵不再吃瓜子,飞速擦去嘴角的鲜血,表情上的冰冷成为了乖巧,更有倾慕。 山盒子从盘西中站起,神色带着狂热。 王臣在棺果上也都立刻爬起,本能地整理衣衫,讨好的看向气息传来之地。 与此同时,随着气息的到来,一个豪迈之声从苍穹传来。 谁是许青? 我猜西班牙二比一,德国二冒号一。 大家别信我,我瞎猜的。